好,那大家欢迎再回来到我们的第二个主题的分享 一样是由我们的张工程师来进行的主题分享 那他这次的主题带来的是呢 试补器清末式冷却热管理 好,那我们稍后将画面切换给张工程师 好,我承接上一个主题 我们接下来讲一些静默式散热冷却的模拟这样子 那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跟大家讲的 随着就是我们上个单元有讲到 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 这种电子系统的 无论是它的体积或者是复杂性 都会不断的增加 并且伴随更高的这个性能的需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要引进一个新产品 有一些更加关键或者更加采用的一个 更加需要思考的这种现代的方法 我们必须要利用这种方法来确保这种新 确保新产品在市面上会成功的退出 所以如同刚才讲的 热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我们还必须要善用模拟技术 去解决 去优化热管理的问题 那从这张图来看 我们可以从几个区域 几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子系统的一个阶层 第二个就是我们来研究 这个本购关系 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物理现象 然后最后才是我们刚才谈到的 如何成功的把我们的新产品 把设计 而且推广出去这样子 在电子系统的阶层当中 你要考量到的 无论是材料 元件 还有电路板的这个组装 这每一个 这每一个 每一个阶层 事实上都需要热管理的技术 这些热管理的相应的技术 来确保这个 有正确的这个温度的控制 温度的控制 像你可以看到这里几乎 这个就是涵盖我们皮托的 所有的产品 比如说像这个电路板的 这个封装焊接 然后还有一个天线 这些 切片的天线的一个模拟 还有热管 还有结合硬力分析 还有自己设计的这种散热期片 还有这个 刚才提到的 这个电源供应器 它的散热的分析 都可以利用模拟 先进一步的诱化 或者是增加其中的散热的功能 这样子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 用模拟去考虑 从最基本的热传地的机制 去考虑 包括像 传导 对流 辐射 以及相变化 像刚才谈到的热管 它其实就是像 它其实是考虑到 冷却液的这种相 这种相变化 像这些热传导的机制 事实上是在不同的层级 和不同的源界之间 都有交互作用的 而且还会影响整个电子系统的性能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靠模拟 靠CAMSOL的多量模拟 然后预测去这些机制的作用 然后加强这个散热的功能 然后我们还可以利用模拟 去评估这个电子系统当中 各种层面的这种 散热的效率这样子 它可以评估不同材料和源间的性能 那刚才也有提到说 在整个新产品引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做到 有一些像 开发的 验证的一个测试 或者是工程的验证的测试 我们都通常我们都必须要经过这些测试 才能保证这个产品是有效 是可靠的这样子 所以透过模拟 也可以更加强这一块 也可以降低开发的成本 验证的成本 以及这个 让整个开发的过程效率更快 所以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的静默式冷却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将我的伺服器 直接浸泡在不导电的议题当中 直接将我的热源与我的流体去做接触 也就是说 我的产生的热能 可以直接传递给流体 直接让流体带出去 不需要其他的 冷却的零件 像散热气片 好 那这个加热的流体呢 基本上它可以透过 循环冷却的方式 再回流 回流到我的热源当中 这样周而复始 透过循环冷却的方式 让温度 让热源很快的下降下来 也可以大幅提升 这个能源的效率 那它更进一步 可以去分成单项和两项的两种类型 很当然有一些差别 有一些差别 第一个就是潮体的关闭 以及我们可能需要这个不同 不一样的流体 那在这里的话 可以 这里的话 我们再详细说一下 什么是单项式的一个 静默式的冷却 其实就像这个图当中一样 我就是把这个 我的冷却液 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将我的主机板的热源 带出之后 我们经由这些冷却液的分配控制器 去分配流率 借以达成说 让整个温度 整个系统的温度 不要变化 剧烈变化 或者是可以平均分配 可以让温度比较均温 总而言之 我透过这个 分配控制器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 整个热量 整个冷却液的热量 把它带到外面之后 再经由 可能经由外部冷却的方法 或者是其他方式 把这个冷却液降温 再经由 冷却液分配控制器 把它 让它分布在整个系统当中 所以 那这些 这些借电液的 通常都是以碳氢化合物 所合成 而且它 具有高费点 还有低粘度的特性 可以稳定的保持为液态 那这个分配 冷却液的分配控制器 其实 就是像刚才讲的 它除了推动 整个液体的循环之外 还可以 进一步将导热液 抽送到水向外的 一个热交换器 将热量传递到 第二级的冷却回路等等 那它的功能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 它可以将水 或者是冷却液 均匀分布到整个系统当中 那 那这个CDU 这个冷却分配 分配装置 必须要与这个 缝谱 我的帮谱 还有散热器 还有热交换器 还有控制器 去协同运作的 所以我也可以借由模拟 去看说这整个系统 是不是 如同我设计的这样子 这样子运作 可以让整个散热的效率 去提高 那进一步的冷却控制器 还可以去除整个系统当中 冷却机的杂质等等 保持这个系统的一个清洁 这样子 那这张图是 从这张图 我们可以了解到 这个整个冷却的系统 就包含这个 液冷的机柜 还有一些管路 水管 还有一些泡浦 还有一些换热器 和冷却塔 和冷却塔等等 所以 他要考虑的点 事实上是很多方面的 如何精准 如何精准的设计 也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 难点的质疑 所以利用这个模拟的技术 模拟的技术 可以让我们的散热 可以让工程师的这个散热的设计 更加的 我可以预测这个设计 到底是好还是坏 然后不需要把 整个系统都持续的建构出来 这样的话成本太高了 而且要修正也太高了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Camsul 也可以Camsul 对于比如说局部的一个机柜 或整个伺服器 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气冷 液冷 气冷搭配液冷 然后把整个 把CPU这些硬碟 这些 工厂的流动 这些或者是这些水流流动 这些温度分布 进一步把它模拟出来 进一步的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可靠的依据 那最近 最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所谓的ESG碳阻击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从这里去比较 就是说如果 我现在是用风冷 我现在是用静默式的冷却 你可以看到 这些功耗啊 事实上可以让我们降低了很多功耗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电力的使用效率 电力的使用效率 由于这些水 这些 可能大部分电力 都是用来 让这个水达成循环而已 那加上这个冷却液的 这个 它的热容量可能比较多 可以用达比较多的热量 也可以让 降低这个有效的使用率 让它更接近 那能源的消耗 也降低了很多 这个碳排放量 这当然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 这个 所谓的 转换的这个 碳足迹的转换的方式 不太一样 但是就美国来讲 它也可以有效的 去降低 每年的排放量 这样子 那至于两项 两项的一个 静默式的冷却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考量到 不同的这个冷却液 而且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且它是封闭的系统 那 那基本的精神 除了这个 这个向变化 需要包含这个向变化 去设计我们的 这个散热的系统之外 其他的大部分 其实 经由 比如说我们要经由 一个外部的冷却 这个精神也是一样的 所以如何经由模拟 加强这个散热的效率 或者是让整个设计 更加的节省成本 其实也是可以 经由 console模拟出来 现在就经由 console模拟出来 再去设计 这样会比较有效率 那你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些实际的 这个机柜 经由这个 两项的 静默式冷却 去模拟这个 去 就是呈现的 这些图形当中 那我们可以研究 这些两项式的 这个静默式的 这个冷却 在空间使用率 以及解热能力 与能源使用效率的优势 你可以看到 传统的这个气冷 一直到我们的 静默式冷却 我的这个 散热的这个能力的话 事实上是很大幅的提升 从5k瓦 至少变成80k瓦 这样子 那我的这个 刚才讲到的 P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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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越来越接近 那传统的这个PUE呢 甚至是高达了1.7 快要高达了1.7 代表它会浪费很多能源 在散热这一块 事实上是多浪费了很多能源 那 在CAMSOL当中 我们也可以 去找到一个 一个相应的范例 这个相应的范例呢 它本来是用 它本来是用气冷 气冷去 去模拟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稍微 改变一下材料 让它变成 让它流体的 让它流体变成水 我们来看看 这样的范例 是要怎么去模拟 好 一样 我们先把CAMSOL打开 打开以后 我们等一下 也要采用载入几何的方式 那这些就是一个 电路板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构造 电路板的 基本的构造 它的设定 一些几何元件的设定 像这个电路板的长度 就是130mm 然后都会是2mm 然后这个IC的 它的长度和宽度 都是20mm 然后厚度为2mm 然后这个电路板的间隔 会是10mm 这样子 好 那一样 第一步呢 我们先载入 我们先用模型精灵 然后再选择空间维度 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操作 3加1的建模操作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择 层流 在热传里面 在供二热传里面 选择层流 然后在研究方面呢 我们也直接选择 吻胎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一旦我们去选择了 供二热传里面的层流 它会自动帮我们把固体 和流体的传热 以及层流的 这个物理量加进去 而且又自动帮我们加非等温流 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立体是一样的 好 那下一步呢 我们会提供给你们 事实上我们有提供给你们 这个相关的一个参数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参数 把它汇进去 汇进去 就是直接在这里去选择 从档案载入 然后呢 把这个参数 Parameter2这个参数开启 那它就会有 这个参数 汇进去了 那下一步呢 在几何的地方啊 我们就是变成说 要把这个几何的这个单位 把它改成MM 好 这个也很简单 把几何的单位改成MM 那接下来我们要自己去建立这个几何 第一个 我们去选择一个立方体 自己选择立方体 然后呢 这个尺寸与外形啊 就变成150 15MM 然后130MM 然后12MM 然后在位置的地方呢 就是0052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按键里选定的 那我们就可以创造出这样的一个 整个我们要模拟的体积 包含这个 包含这个空气流动的这个体积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我们在这个立方体的下面会找到一个层 等于说我们要把那个PC版直接用个比较特殊的功能 就是用层功能把它表达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层一的地方 然后打上二 接着建立所有的物件 就按建立所有的物件 它下面就跑出一层来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透明度打开 就会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 要模拟的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集合 那在下部呢 我们要创造出更多的立方体 更多的立方体 更多的矩形 一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打开立方体 然后这立方体二呢 宽度 就是10 深度20 高度2 然后呢 在角落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以角落 Y等于10的地方 在中间这个地方 为一个起始点 然后按建议选定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模拟晶片的部分 模拟晶片的部分 大概在这里而已 没有到中间的部分 然后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去定义一些选择区的名称 方便我们等一下去做一个选取 我们在定义的地方 然后选择 选择区 再选择精确 不过在这里的话 我们等要先在几何的地方 先回到几何的地方 我们先要把这个晶片建 有几块晶片把它建立起来 像我们等一下就要建立四块晶片 我们就 在几何的地方 去选择转换 然后选择阵列 然后呢 阵列是为了要 要更加快速的把这些 把这个晶片 因为我们晶片不只有一个 不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是把晶片选起来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晶片选起来呢 各位 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 我们可以用滑鼠去辅助 就是说如果滑进去的 如果滑鼠往前滚的话 就可以滚到里面的这个物件了 所以你才可以选到这个 然后呢 我们要在Y方向 创造出四个一模一样的 IC晶片 然后呢 每一个位置都是30 然后按建议选定的 如果现在这里 Y方向是30才对 所以按确定建议选定的 就会有四个一模一样的 晶片出现了 那下一步呢 才是这个对这个 这个晶片做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 我现在要想办法把这个 四个区域 就像刚才讲的 我可以用滑鼠滚一下 再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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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四个区域选起来 然后那选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标签的名称 把它命名称 所以等一下就会模拟这个风 或者是水 从这里流进去 流进去的 的温度这样子 的温度这样子 好 那下一步呢 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 一样 我们要定义另外一个边界 另外一个边界 固体的边界 我们把 我们可以使用 重复这个功能 或者是直接在选择区 右键 然后在精确 这个部分 这里把它改成 边界 然后在边界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贴上 贴上6到9 或者是你用打的 也可以 6到9 然后11到14 然后21到24 然后2627 然后31 30到33 我们可以这样子定义 这个固体的一个边界 固体的边界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是要跟 就是要 在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 固体边界把它打上 然后在材料的部分呢 就是有空气 还有这个 系 还有这个 FR4 通常都是用这个来做 PCB版 然后就是有 从这里看到会有AI 没有AIR 还有Silicon 还有FR4 电路板的一个基本的成分这样子 那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设定这个整个空气域的流动 那下一步呢 整个空气域的流动 整个空气域的流动 像这个空气的话 它预设就帮你设定全部的了 不过我们可以用下面覆盖的方式 再把它 覆盖起来 像这个 Silicon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区域把它改成IC 然后FR4呢 就直接去选择下面这一块 这样的话你可以发现说 就有一些 就这些区域已经被你重新定义起来了 那刚才的FR4要选好 对 所以这样的话 空气只有2 然后Silicon就是3456 那FR4就是底板这一块 那刚才其实有发生过同样情形 为什么这里还会叉叉的存在呢 这个叉叉的存在呢 就等到我们 把这个物理量都定义好之后 自然就会消失了 那下一步呢 我们先对成有做一个设定 对成有做一个设定 这个存留呢 就只有这个2这个部分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里的 可以用清除选择的地方 全部都清除掉 然后再把2这个选起来 那至于对称的地方呢 只有4和35 只有4和35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对称的部分 选起来后 选择这个4和35 大概可以 应该可以 就是说 想象 大概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是用对称的方式 对称的方式 这里切一刀 这里切一刀 用对称的方式 把这个对称 把这个其中一个小的单元结构 把它画出来 切一刀切一刀 之后画出一部分这样子而已 然后另外呢 开放边界呢 另外还有一个开放边界 这个开放边界的地方呢 是5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入口的地方 当然是从这边 是有个入口 这边会有个入口 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个入口 先竞争起来 然后把这里当成入口 入口 那这个入口的这个 方向呢 入口的大小呢 它沿着Z方向 它会有一个 沿X方向 是均匀分布的 但是沿Z方向 就是说 会有一个弧线 这样子流过去 也就是说 沿Z方向 贴着这个Z方向的这个B 它上次不动的 也就是说 在0.01地方 或者是在0的地方 它是没有速度的 没有速度的 就是 其实也是完全发展流的概念 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起来 或者直接用打的也没关系 护4 这里是 护4 1 4 1 4 然后 U max 乘以Z 乘以 乘以 挂号 0.01减Z 这个单位是 它再除一个M平方 因为我们现在多考虑了 这个Z 还有Z减1 这样的一个 修正 还是这样子 不过它现在是用速度场去描述 所以 我们就是把它改成速度场 然后把Y方向 它有Y方向 它是流进负Y方向 负Y方向 所以才会 这里才会有个负 好 好 那好了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设定热船的一个 热船的地方 热船的地方 它会有固体和液体的区别 那其实如我们刚才讲的 这里材料我也有一些 错误的讯息就是因为物理厂 还没有设定好 那物体这个既然它有固体和流体的热 区分固体和流体的热船的话 那同样这个流体的地方 我们刚才讲的它就是一个 上面就是这个空气在流动 好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的初始制 就是T0 把它设定成T0 然后呢这个热源的边界条件 第一个所以我们要先加热源 那这个热源的产生呢 就是这个IC产生的 3456这个IC产生的 那热源的 这个表示是 就是Q-source Q-source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的参数 这里Q-source 所以我可以把这里的参数复制下来 再把这个改成Q-source这样 这样就有了 那下一步呢我们也要设定在这里设定开放边界 就是刚才的 就是刚才的 跟刚才设定是一样的 在5的地方去设定开放边界 表示这个热量 它大部分也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 从这里开放边界 然后在上游的温度呢 同样我们也把它改成T0 好 那热量会从哪里流入呢 这个事实上热量也不一定从 也不一定是这个 就比较热 反正这里就是我们要替这个 这个热量的传递定一个流入和流出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把这个流动条件 这个对让流入 然后把29的地方去选起来 然后我们上游的温度同样是T0 然后另外也要像刚才一样去 增加一些周期性的一个边界条件 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固体与热体 固体与流体传热的地方 去看一下 去找一些周期性条件 找到周期性条件 然后这个周期性条件呢 就是3和7 选择3和7 就是3和7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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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